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会更麻烦 变成恶缘 对 还是要看自己怎么看待这些事 你本身这句话就是说不是要利用善缘 要随缘 听得懂吗 你一利用善缘你肯定就变成恶缘 你们这些就叫没智慧 听不懂 听得懂吗 有时候学博人一句话出来就代表你个整个思维 叫整体思维 明白吗 是 觉得太不好了 那天我还跟我们同修在一起值班的时候 我说我们好像都是被师父给哄进来的 一开始以为就念念经看了书就好了 因为学学觉得难 现在觉得怎么这么难 真的很难 因为你现在往上跑了呀 就不容易了呀 你如果还是停留在原地踏不踏 那你肯定肯定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很好了 师父有一次那个说白话佛法讲说斩断沉思 然后就是讲怎样不惹心的善缘 没有沉思 难道心的善缘也是一种不好的沉思吗 人家的善和恶都是根据你的意识所为 人家的善和恶实际上都是一种缘分所为 听不懂啊 嗯 你过去以为做的善事 现在想想你是做的恶事 有没有啊 很多孩子为了爸爸妈妈怎么样怎么样 最后害了爸爸妈妈有不了 哦有的 好了 什么叫恶什么叫善啊 所以菩萨为什么修到最高境界 不施善不是恶啊 因为善恶都是人心所为 你认为善的就是善 你认为恶的就是恶 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师父 就是我们自己的标准去判断这个善还是恶 对了 哦不一定是真正的善恶 对了你要用智慧 用学博的智慧和境界 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 什么真正的恶 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父